我是什麼來自 我有一個名字的 Tanakami-san 我是Yamamoto Asuka 哈囉我是Ma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跟Yvonne一起再見啦 我是NikobonTV的Yvonne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聊的是 我們希望來日本前可以先知道的幾件事 妳有準備好了對吧 我們應該不會一樣吧 等一下我看一下稿 我又忘了 我要看一下稿 不要偷看我的 不是我怕偷看我的 你才偷看我的 幹嘛 第一個 什麼都要先預約 真的 餐廳美容美髮 指甲 一定要預約好 NO 最難預約的事情是 脫毛診所 脫毛妳要直接入會了吧 妳入會了也預約不到 妳就算付錢了 妳就算跟她簽了兩年配套 然後妳打過去的時候 我要約下週還是什麼 她會說 夏天過去了 妳才約的 我就覺得在台灣的時候還蠻習慣說 就是妳要去剪頭髮 妳不指定設計師的話 其實妳去剪 通常會有人可以幫妳剪 或是燙燃什麼的 真的 在馬來西亞也是 對不對 而且位置通常很多 對 就是說妳可以walk in 在馬來西亞 妳真的 我現在想剪 我就可以馬上剪得到 對對對 但日本的話 妳真的要打電話先預約 最近比較流行的會用APP 拿些 對對對 還有什麼minimal之類的 要先預約說 幾月幾號 哪個時間段去選 這樣子 大家會說 很空事全全 快免為了會變成三角形 然後滿的話就擦擦 對對對 台灣會很習慣預約這個東西嗎 去吃飯啊 去做美甲美容的時候 通常都是直接走進去比較多 還是我的 我現在心情就是想做 我就去做 我在有開始賺錢 會用那些 享受什麼頭髮美甲 是我來日本之後的事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 要靠觀眾來回答Evon的問題 因為馬來西亞 我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在台灣 可能美甲店不預約 就是可能去一下 總會有人有空 總會有空位給妳 但是日本就真的很 為妳專屬的一個時間 一定要為妳準備好 那那個時間 這個staff就是為妳服務的 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日本人的服務態度 有可能跟華人的服務態度 是不一樣的 就是日本人覺得 我現在的能力 只能接一個客人 好像理髮 我不會讓你在旁邊等 但是如果你去 一般華人的理髮店 你過去的時候說 可以啊可以接可以接 你在旁邊等一下喔 然後洗頭洗頭洗頭 洗頭快點 日本他就是你知道他就不急 妳要妳就下次再來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要專心為這個客人職務 真的他不急著賺妳的錢 因為他們一個客人也收很多錢 說真的 覺得他很貴 這個就 no comment 第二個 我希望來日本之前 就能知道的事情是 就是在日本用餐 你決定要在店裡面用餐 還是帶走 你需要事先就決定好 為什麼 你不能說我吃到一半 突然妳跟服務院說 我要把這個帶走 no 不可能 不可能 除非是華人開的餐廳 比較懂互相的文化 一般不會把吃到一半的食物帶走 但是有一次我和同事去吃肉聚場 那我們點了四份套餐 三份到的嘛 然後第四份到的時候 我同事說 不行了我現在得回去處理事情 他就直接走 就沒動喔 就是全新的 剛剛全新放熱的 然後我們說不行我們把它帶走吧 我們不是最後一刻才說 他剛放五秒鐘 我們說不好意思 我們能把這份帶走嗎 他說 他要去問店長 對 然後他去問店長 然後再回來 然後就說 嗯 然後我們就說 嗯 你給我們那個盒子 我們自己裝也可以 不需要麻煩你們 就給我們袋子什麼 我們自己裝 然後他說 問店長 然後就 然後就 不行 他說很好奇 我們就問他 為什麼不行 他就說 因為你一開始沒有跟我們說 你是要帶走 是這樣子喔 我們討論了一下 我們覺得是因為 譬如說 他現在給我們盒子 我們自己裝了嘛 他明明就是一個很美的東西 我們自己裝 就是弄得亂稀稀的 放到因子 然後說 欸我今天吃了肉聚腸什麼 有可能 在各種因素 就各種因素 會影響到他店的意味 哦 他的形象會被影響 哇 這麼的去care 但是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猜測 我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有個點是 很多店不能夠帶走的原因 是因為他怕你帶走之後 你如果隔天吃 如果你吃了肚子 你說哇 這是女人家的餐廳 完蛋 隔天馬上上新聞報紙 全部說食物中毒 有責任 對對對 所以他們 在他不能夠控管的衛生範圍內 他們不會讓你帶走 我知道這樣的原因 通常可能是 居酒屋啊 那種餐廳 不能帶走 但是像什麼 牛洞店啊 馬子亞 Suki亞 他們都可以帶走嘛 你可以直接穿好說 我要帶走 我就覺得為什麼那牛可以帶走 萬一我帶回去不馬上吃 不是一樣嗎 然後有一點 我又覺得可能是 日本人跟外國人不同的是 日本人有那個 他們不喜歡你點了一頓 一桌飯 然後你又剩下帶走 他們會覺得 點了就要當場就吃完 所以他們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就沒有什麼打包文化 我的這一點呢 是有點生活中的小地方啦 不像那種 每天會碰到的 日本的油桶 紅色並不代表現實油間 因為台灣的油桶 有綠色跟紅色 綠色是一般的嘛 就是普通的 那你如果是現實油間的話 你會丟紅色 紅色比較urgent嘛 對不對 那日本的話 它其實很多油桶 就是一個就紅色的 沒有綠色的給你選擇 那時候我第一次 我要去寄東西 那時候我可能要去 忘了申請什麼吧 我要去郵局寄東西 然後郵局也沒有開 因為晚上了 就只有油桶 我就看 它只有一個紅色的油桶 我想說 那綠色的呢 我就找喔 我就看它 不見有沒有綠色的油桶 嗯 沒有 然後我就想說 我這個只是一般的啊 我不是要現實的啊 我就真的找不到 後來就才發現 原來他們 紅色就只是 單純油桶的顏色 並不代表 urgent的顏色 就其實我的那個 只要丟一般的油桶就好 它們只有分大小 就是好像 它剛剛很大小的 跟比較那種 AFO size大小會分開 所以說台灣是有分 綠色和紅色 然後一個是給 緊急的一個是給 普通的 如果地方不夠大 它只有一個油桶的時候 會有兩個哥 它會把油桶 一半漆紅色 然後一半漆綠色 欸馬來西亞不是這樣子嗎 油桶就是紅色 你看 欸沒有欸 我第一次看到欸這個 就像紅綠燈一樣啊 限時 那你呢 你看我平常是看 會有綠油桶 跟紅油桶的人 我今天在日本 只有一個紅油桶 我真的很 confused 然後就不知道 我的信要怎麼放 欸我第一次聽到這個 喔真的 我第一次看過這個 第二個 我希望提前知道的事情 喔第三個 喔第三個 就是履歷書 要手寫 對 我都震驚了 這個發達的時代 喔第三個 履歷書要手寫 而且如果你要 應徵二十個公司 有可能二十個公司 你都要手寫 然後和我們馬來西亞 有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它這邊會問你 因為在馬來西亞 寫履歷書的話 我只要準備好一份 我就可以寄到二十間 不一樣的公司 很有效率 非常好 我很喜歡這個方法 但是在日本 但是在日本不行 是因為你需要寫動機 在二十間不一樣公司 你就要改你的動機 我超愛你們家的食品 我超愛你們家的食品 我超愛你們家的毛巾 你真的會寫到手抽筋 然後你寫錯了 還不可以用立可白 你要重新寫一個 對 你不能說這樣割 還是用立可白都不可以 因為他們會看到 這是個不完美的東西 如果你剛開始寫錯 基本資料地址就算了 你如果是寫到什麼 最後一行 寫錯一個字 完蛋 真的會想死啊 很累 手會抽筋 而且你要每一個 你都要貼你的照片 所以你要拍那個小小的 那個護照照 護照的照片 也就是說你應徵二十間公司 你要準備二十張照片 實際貼上去 在馬來西亞我們都是直接 email 我覺得有效率比較好 但是日本那個 我後來也懂他們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 感覺到你的真誠嗎 就是你一張一張手寫 而且你從自己可以看出來 一個人對這個東西的性格 還有他對這個工作的 可能認真程度啊 什麼什麼的 比較是真的是人跟人 所以我覺得日本他們特別 把一些穿透行業保存得很好 就是他們會覺得這種 最福實 最純正的東西 可以互相面對面 那就會變成你找工作 會寫到手抽筋啦 那個履歷書 我都不知道去哪裡買 過後我才發現到 要去那個便利店 要買那個履歷書 超商用 而且履歷書要用黑色的筆寫 對對對 不能用藍色的 就是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來日本 想要知道的是 日本他們 我太喜歡用藍筆 上學什麼 他們都很喜歡用黑的筆 反正我國中高中啊 其實 我很喜歡用藍筆寫字 因為通常 那個背景是黑的嘛 我覺得用藍筆其實很清楚 但是在日本 黑的簽字筆才是最正式的 第五個 就是希望來日本前 可以先知道的事情呢 就是 日本是不收小費的 我不知道大家共鳴怎麼樣 在台灣長大的人呢 可能沒有那麼多共鳴 因為台灣是沒有小費文化的 但是 因為我媽是香港那邊的 那香港會給小費 買的下會嗎 不會耶 這個找齡問題呢 是發生在我來日本留學前 我就是跟我媽來日本旅遊的時候發生的 所以 大家也很可能會碰到 真的可以記一下 就是我們去參與吃飯 然後不是會有那個結帳的夾嗎 黑色的那個會夾帳單嗎 然後那時候好像就找可能幾十塊 還是可能一百多塊之類的吧 我媽就覺得說 那服務生很辛苦啊 服務我們這樣子 那就留給他們當小費 就夾了 就放在桌上 我們就走了 然後我們就離開店面 大概走了可能 我們半條街 突然有人就說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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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帳單夾直接跑 然後跟我們說 抱歉 抱歉 忘記了 她以為我們忘記了 她以為我們忘了拿著錢 然後我媽就 就說 就是 tips這樣子 她說 沒有 然後我媽就說 謝謝謝謝 我媽想感謝她 就是服務我們吃得很開心嘛 然後對方說 抱歉 但是現在就不收 所以我們在街頭上 就是 很尷尬了一下 就各種推 對 他們沒有收小費文化 日本人會覺得說 好像你拿十新薪水 他對你服務是應該的 對 就當場很好笑 現在全世界好像剩下美國 是還有在收小費的 我覺得小費好貴喔 對啊 而且在美國吃飯壓力好大 如果要給小費 真的 那我給的少 服務員也不開心 我也不開心 對 就明明我們消費 然後我給小費 應該是 你讓我覺得這個服務的經驗很好 然後是plus的多給你的 不是我們的義務嘛 但是那邊的 我們明明是 給小費的人 我還要看服務生臉色 對 現在就這樣 就美國就這樣 我超不喜歡的 最後一點呢 就是關於名字這件事 因為來日本的時候呢 你在填表格 它只有兩個框 一個就是你的名字 姓還有名 我們自己還會有陽明 我們自己還會有陽明 護照上就有英文名字 有一些人護照已經有了 例如說 好長喔 簽約電話的時候 開銀行啊 各種手續的時候 一般我們都要寫護照上的名字嘛 對啊 一定要 但其實很多 它只要求你隨便 就是填幾個名字 那因為名字很長 大家都會剪短 很像 他每一次 有時 他的日文名字很像 要 要 他其實為自己做了很多名字 真的假的 然後他在登 因為他一直很有意不覺自己要用什麼名字 一開始來日本 你就會有那種 你知道 我想取個好聽一點的名字 帥一點的 對 但是你還沒有決定的時候 你就會為自己翻譯了很多名字 就是執意了很多名字 對 結果 你知道他電話的契約銀行啊 什麼什麼的 全部都不一樣哦 他的カタカナ 因為你其實可以自己改 真的 然後我們發現到 我們要繳稅金還是什麼 然後他結果他要對公司的資料嘛 嗯 他說 嗯 沒有這個人哦 所以不用繳是嗎 錯 是麻煩你自己再去示意所 再把文件重新處理一遍 然後再來這邊認證 這個是不是你 因為你的這個名字是放很像 你這個名字是放 我們沒有辦法證明這個是你 可是你申請不對好奇怪 因為我去辦銀行或是辦什麼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對我的身份證件上面的カタカナ 他會對嗎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在留卡哦 沒有 沒有 我看 哦 而且你的在留卡名字只有英文耶 我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從頭到尾就是一個カタカナ名字 用到底 網購或者要在網站申請東西 要填一些表格嘛 他只接受漢字 對 OMG 那就是說我如果沒有漢字 就是我沒有那個日本名字嘛 好像什麼三天 Yamada何何さん 我不是嘛 我就寫我的真名 不行過不了 因為羅馬語過不了 我自己的中文的漢字 日文沒有這個字 所以也過不了 所以我的 你知道我每次都怎麼樣嗎 怎麼樣 我就自己編一個 你是三天花指嗎 我是什麼來的 欸我有一個名字的 嗯 Tanaka M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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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次永遠寄過來的時候都會寫 Tanaka Misa 然後我就 啊 我會打開 沒辦法過不了 我就是 我那時候好像是 我是Yamamoto Asuka 好 以上就是我們希望來日本前可以先知道的幾件事情啦 真的 覺得你會看到各種困難尷尬 真的 那時候就是 什麼都不懂 萌萌濃濃的就來到日本 不像你們可以先看到我們的影片之後 再去日本就一切 好辦 沒有問題 他跟我們的司體往上爬 前人重樹 後人成良 後人成良 我們是 做出了多大的貢獻 會不會被吐槽 對 就這集點你們覺得怎麼樣呢 有沒有一些共鳴啊 或者是 有什麼別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們分享 我們都會每一則去看 然後進來回覆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然後不要忘記點擊 Youtube小鈴鐺喔 這樣就會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通知 那已經訂閱了 我們就下一集見囉 好 最後呢我們要感謝本期影片的贊助 日本小河馬 日本希望 如果你想要來日本 不管是留學還是工作 都可以諮詢他們 那相關的連結跟 呃 資訊我都會放到說明文裡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 好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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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先來 嗯 OK 我嘴巴痠啊 嗯 就你可能幾個朋友去吃飯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鼻子喔 不是 你的眼睛蓋一下 呃 半開 哦 我有去中結嗎 哦 眼屎 嗯 好 好嗎 好嗎 好嗎